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娜 这不是囊 这嗓声 你们要不要打一架吧 怎么这是 完了 三个老师都没认出 他们家的东西是什么 三个老师都不知道自己家是什么 导演 跟宋一下吧 说清楚一点 两个队一下吧 他们都不知道谁是谁 他们自己分不清楚 哪个是自己家的 哪个是重新的 哪个是重新的吗 这是什么东西 羊 这肯定是可可多爱的 我在重新二十四年没见过 这是什么东西 如果不是你们的 就是我们 你们俩都不是 他们说就是我们的 三个嘉宾这有排除法 我问这是什么 他说如果不是你的话 应该是我的 他说那如果不是你俩的话 那就应该是我的 来 我们首先 小谢 来 放出你的慧眼 找出新的 看到各地的美食 真的太加分了 简直是太沉浸式了 让人感动 感动 我都哭了感觉 扑鼻而来的地狱的风情 让我们一时分不清 东南西北 究竟是谁是谁的 这 这个和这个鸡 是我文昌的 这个油光面的鸡 就是文昌鸡吗 对 这个再糊弄事了 这个 这鸡实在太草率了 北京西战八十八一代 搞什么的 我们现在也是 有管名商的人的 它还是那种 比较清淡口味的 这种白切鸡 搞错了 再来 搞错了 搞错了 它看起来有些油 但是你吃进去以后 你看它其实很清淡 然后它还是需要 蘸一些蘸料来吃 它还会比较好吃一些 蘸 所以你们的蘸料 是不是放在了我们重庆 等一下 蘸料为什么放在了羊肉这边 借一借隔壁的辣椒粉也可以 它有干蘸料 也有湿蘸料 也有像这种口味重一些蘸料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 因为这个鸡 它这个历史还是很悠久的 它现在有四百多年了 看得出来是一只出土的 四百多年的鸡 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 对 这个就很有名的椰子鸡 我喜欢喝这个 我是喜欢等它煮得干一些以后 它那个汤就变得越来越浓了 那个时候喝 我觉得更适合 我这种南方人口味一些 对 这是来自我们这个文昌的 虽然摆盘很一般 但是可以想象口味应该也就 那样吧 好 接下来说说我们重庆的 作为从榨菜之乡来的 肯定给大家带来的是 各种各样的榨菜 它已经藏在菜里面了 是因为你自己分不清 才说藏在里面对不对 不不不 我也仔细辨认了一下 这是我们的榨菜肉饼 这个就是刚才我没有吃完的 丑饼 你看香不香的嘛 再烤焦一点 再烤焦点的嘛 好 这是榨菜鸡蛋饼 这是盛觉飞斯的大厨刚烙的饼 这是我们的 这是 这是咱们的榨菜吗 好 你是在问他们 你是吗 你是从心的呗 咱们的榨菜平常熟悉的吃法 就是一碟榨菜配一碟米粥 然后就是让这个米粥 有一种口感的生华 但其实我们榨菜 除了做这种左餐的小料 也可以把它和其他的肉制品 还有其他的面食放在一起 让这些东西发生一个碰撞 产生出更好的美食 对 我本来刚才还是不出来了 现在的话 大概率的话 因为其他的都被他们讲了 对 这个应该是手抓羊肉 不过 你没话说了对不对 我有点说了 刚才口若学和的你呢 不是 我把口水咽一下 差点流出来 咽一下 好了 就发挥我推销员的本质 大家瞧一瞧看一看 在这碗哈萨克族的手抓羊肉 来了 男人吃的有力量 女人吃的会没 这碗哈萨克族的羊肉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好吃 最好吃的是羊脸 狠哥刚刚讲的羊头 就是我们一般接待 最终贵的客人 会上一个完整的羊头 上个完整的羊头 这旁边这个呢 这就是新疆的风干马肉和马肠子 那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大事 我会载匹马做风干马肉和马肠子 然后刚好在这儿我们准备了一个晚餐 中餐 还有个早餐 其实真正的如果到了新疆本地 我们去吃哈萨克族特色餐 吃早餐的时候 我们会倒一杯奶茶 来点酥油 然后再来点黑加仑的酱 站上这个把它打开 缠到里面吃 做到这个环节 到目前为止